藏族跟台湾的原住民有何差异 我们听听同川发馆长怎么说 然后透过这个宗教深度的意涵 把这种意境呈现在画这个上面 我想这个是西藏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那台湾原住民族这边 我们所谓没有书写的文字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用很多图腾的方式来记录 那记录这些文化 所以它的图腾的展现 是代表很多很多生存的意义在里面 是神话 故事 传说 跟我们实质生活上的体验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乐舞的呈现 一直是用传唱的 那种声音来交流意涵 这是非常深度的一种文化呈现的方式 所以我们也在西藏文化 西藏民族的乐舞上面 也有乐器 乐舞都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台湾原住民 台湾族也是一样 我们有乐器 我们自己这个乐舞 这个影唱 吉星式的这个创词 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让人一直在对话的当中 摇动你的脚 继续地不断地在舞动 在唱歌 那这个是一种生命的律动 那我想在两个族群的当中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个部分 那其实来到台东 各个族群都是在这样的特色里面 我们有图腾 我们有传唱 有舞蹈 也有乐器 那我想这个是 如何把最美的感受 对美的事情的记录 跟陈述的方法 这是在两个族群 或者是更多元的族群当中 我们都可以来享受那个共通的地方 想知道更多内容 放假时不妨来一趟使钱馆 东台宣布的综合报导